今天是中秋节 祝小伙伴们中秋快乐 合家幸福 万事如意 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9月17号周二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大威德登山对本周本地初级见走活动 因故暂停一次健康生活走起来 今天新鲜出炉的加拿大通货膨胀率 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已经提前见底 降到2.0% 央行会不会在10月份的降息日 步子再卖得大一点呢 加拿大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通胀率已经降到央行的目标 然而预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却腰斩了一半 经济前景十分低迷 温哥华的小伙伴们都希望 加拿大央行在10月份的降息时刻 能够至少砍掉50个基点的利率 甚至100个点 市场需要活水 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 否则在年底不景气的氛围笼罩下 会有更多的企业坚持不下去 央行可能还是在等待明天 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省选专栏 距离10月19号省选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小伙伴们抓紧时间 进行选民登记 为华裔的福祉 积极发生投上宝贵的一票 BC省新民主党政府 在选举之前突然180度转向 承诺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 以及成瘾病患 实行强制治疗措施 大概是省民对人身安全的担忧 马上就要表现在选票上 今天公安部出面解释 部分精神健康患者的床位 将安排在成教设施中 据央视网报道 9月17日 中国科学院发表 嫦娥6号返回样品的 首篇研究论文 阐述了返回样品的物理 矿物和地球化学特征 嫦娥6号采集的 岩屑碎片主要由 玄武岩 角力岩 年结岩 浅色岩石和玻璃制物质组成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萨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 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